刚刚第一个跟同学们说明的是 我们整个系统进去之后呢 第一个要做的查询嘛 接下来我要告诉同学们 如果任何一个假设啦 假设我用订单进来 报价单 进来以后呢 这个单句我要聊 让你们了解 整个单句 每一种单句都一样 这里这一条线以上 这一条线以上 我们称它单头 称它单头 这个叫单身 底下叫单尾 如果你们有课本过来 有课本的时候呢 课本上面可以让你了解一下 课本有这样说明的 这个单头 A叫做单头 B叫做单身 C叫做单尾 它们所呈现内容不大一样的 不大一样的 那单头里面 单头里面你可以呈现很多东西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做任何一件 我们做任何一件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新增 查询 修改 删除 列印 然后这有前一笔 后一笔资料 串查 刚刚我有讲了 那我随便抓一个资料给你试试看 假设说我查询 我查询呢 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这是报价单 所以它会有一个单别跟单号 有两个东西可以查的 那我不查 我直接按确定 它出现两笔 出现两笔 我随便选一任何一笔 选这一笔 好 接下来你看哦 这是 201001001 201209 001 有没有看到 前一笔 后一笔 所以 只要你有很多笔 你查询的时候呢 它会呈现 每一笔 它一直呈现 让你可以用选择的 那这个单句 这个单句 看到这里面有不同颜色 这个有一个 我们称它为 孔雀绿 这称为黄颜色 这个是 白色的啦 就是白色的颜色 那可能会有一些是 属于 隐隐约约那种 我们叫做灰色的 现在看不出来有灰色的 这个颜色很重要哦 为什么很重要呢 凡是孔雀绿 这种颜色出来的 都是什么 都是自动产生的 而且 储存以后不能修改 这也是考题哦 你看哦 我随便抓一个 随便做一个 我写新增 然后呢 我新增的时候 这里面一定会 第一个要做的 这一定会有 好 那我必须要把 资料选择 选出来 报价单别呢 是CO211 只有一种可以选 当我进去以后 你看哦 当我选进去以后 这里面自动会产出哦 有没有 连报价单号都出来了 为什么要自动产出 为什么要自动产出 谁能够回答我 张家元有没有来 张家元 人呢 厕所 厕所 王欣伟 王欣伟 好来 为什么要自动产出 回答我 方便之后呢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好哪个同学 还有哪个同学说 来 比较不会错误 还有没有 那我问你哦 今天公司里面有多少人会同时在作业 可能很多人在同时作业 对不对 然后 那个单号能不能重复啊 单号能不能重复 绝对不能重复的 所以一定要自动产出 谁先输入了 电脑系统就给你一个号码 唯一的号码绝对不会有第二个号码 如果有第二个号码就惨啦 所以这种只要是 我们讲孔雀力这个颜色的 还这里也有 对不对 它一定是自动产出的 它不可能让你去输入的 而且输入完以后 整个建立完以后不能改变的 你储存后绝对不能会改变的 除非现在你放弃 你看啊 2012 09002 同时告诉你们这编码的模式 2012是不是今年 年度对不对 09呢 现在几月份 9月份对不对 002呢 9月份的第二张单子 三码 后面三码是第几张哦 好 假设我现在呢 放弃了 这叫取消 要不要取消 好 取消 那我再重新再新增的时候呢 刚刚几号 002 还是002嘛 知道意思吗 因为你取消了以后 那个号码它都不会用的 它不会重复 它也不会用 所以好 这是新增这个号码里面呢 颜色必须是告诉你 只要孔雀力 绝对是什么 自动产出 而且储存后不能再改 而且没有输入呢 不能作业 第二个黄颜色呢 也是一样 只要有黄颜色没有输入 我告诉你 这个储存 这储存对不对 不能储存 它告诉你某某东西空白 好 客户对不对 好 我客户把它输入 假设我今天 我这个报价单的客户 是第一公司 我进来了 黄颜色是不是通通进来了 那客户包括公司 包括业务人员 包括这个公司 跟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所用的匹别 以及那个公司 它采用的税码 譬如说S05是什么 三联式的 外加税的 三联式而且是有外加税的 这种税务 所以呢 它都已经做好了 都确定了 这样才能够完成一个报价单 这个完成到现在为止呢 这只是第一个交易的资料 还有其他资料 其他资料呢 这里面有没有需要登录的 有没有 这里面 单头 单头是这里面以上的 有没有 一定要输入 不输入不行的 好像没有嘛 没有黄颜色的嘛 对不对 这个不算哦 刚刚出现那个提示不算哦 国外资料这里也没有 它已经帮你设定好 一般的交易 一般的交易 音质的 还有一般资料 这个都没有 好 那我 这个基本上来讲呢 上面单头部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这叫单位 你看哦 这个资料里面 是不是还有黄颜色的 还有绿的 孔雀绿的 只要是这样子的话 表示它还没完成 你输入都没有办法的 这个输入呢 就变成其实不好 我们再 再把刚刚叫出来 好了 假设我输入好了以后 我把刚刚那个叫出来 我这时候要怎么叫 是不是要用查询了 对不对 我必须要查询 假设我知道单号 201209 002 我知道 我直接就输入了 当然我就可以查到它了 结果呢 这个报价单怎么样 我们检查一下 空的 虽然有单头输入的 单位 单身没有任何资料 那这个报价单就没有 我就找不到东西了 其实它没有意义的 那怎么办呢 我开始要修改 我修改它 修改的时候呢 我这里 按一下 序号第一个就出来了 有没有 这里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我按一下 我现在修改 我按一下 进来了 好 品号呢 我如果记得 我就直接输入品号 可是呢 通常我们记不了 那么多品号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可以按 直接按这三个点 我也可以打什么 F2的话呢 可以打品号查询 F3 Function 3的话呢 是计价查询 F4呢 是展开作业 F5是组合的 查询 我都可以查 我做一个 好 F11好了 我打给你看 F11它就整个就出来了 其实我们查不到 什么资料 这因为它没有 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好 那我直接在这里 刚刚我讲 直接点它 我就可以查到了 好 譬如说 我刚刚讲说相机 我查那个机接相机 机接相机是几号 记得吗 你们记不记得 机接相机 65 我可以在这里 往下拉到65 好 可以 或者我直接打65 我点它 它就进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单位里面有很多资料哦 包括什么 包括品名 包括规格 那数量呢 假设今天跟你定的数量 你就必须要输入120个数量 好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赠品 譬如说100件以上 很多厂家有什么赠品 对不对 你就打赠品 如果没有就不用了 单位 黄颜色一定要有 不过通常呢 它会帮你自动加在这里面 包装方式 如果你有 你也可以把包装方式写出来 如果没有 不需要写 包装名称等等 它东东要你列入 列出来 多重啊 柴基 柴基就是包装 整个包好以后多少 这些可输入可不输入 对不对 这里呢 黄颜色出现了 对不对 一定要输入 输入可以用选择的 生效日如果没有 就不能储存哦 你看我现在先不输入它 假设我不输入 私下日我也不输入 等到后面 分量计价是它 另外一种设计的方式 我们现在也不用去勾它 好单价 一个是四万两千块 折扣 折扣是打折嘛 假设 这里要折扣 有一个考题哦 假设折扣是九折 九折是多少 那要打多少 百分之九十 还是打多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 折扣如果九十 就是打九十 它就会百分之九十了 它会把这个单价呢 乘以百分之九十 那金额就整个就出来了 它就会整个就改变了 好 这个通通输完以后呢 单身财算完成哦 不要忘记哦 刚刚我不是有漏了一个吗 生肖日吗 对不对 好 我如果储存呢 它告诉我 生肖日不能存 意思就是说 只要有黄颜色的 一定要去输入 那现在怎么办 只好回来了 只好回来怎么办呢 再修改一次 我知道这个会有一些状况 好 它刚刚是 跑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注意到 那没有关系 你只要点这个就好了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可以了 刚刚如果不行的话 就你要找到它了 好 假设今天二十五号 我点一下它进来了 失效日要不要 可要可不要 对不对 因为它不是黄颜色嘛 失效日通常是 通常我们的报价单是有期限的啊 譬如说一个礼拜 有效 那我们就把它到十月的 假设十月三号 就有效日 整个就完成了哦 我储存 我储存 金额不一 这个不管它 这是你 不是不管啊 而是说它里面设定的问题 因为业务有一个底价 它低于底价 它会提示你 它已经提示你就可以了 好 现在储存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跟同学说明一件事情 我要用黑板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在黑板上告诉你 我们在企业界上面 企业界上面 有很多身份 譬如说假设 我们最上面有一个 假设啦 假设有一个总经理 底下有一个经理 对不对 有可能底下有一个课长 有可能有组长 然后再来是业务员 好 这种层级 那我现在给你们的层级呢 给你们的层级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假设你是 多少 C38 C39 好 我给你的层级 是 每一个人的层级 都给你哦 后面的同学 听到这边 很重要概念 很重要概念 你现在在输入 现在我做这个作业呢 其实我是业务员的层级 对不对 我在作业嘛 作业完以后呢 我需不需要 给我的课长做一个 确认 我要不要给他做一个确认 他要核定 核定我 做的作业 包括数量 对不对 这个厂家 对不对 我要负责任的啊 所以 我业务员做好以后呢 通常要 他会传给 我们的客长 来确认 主管确认 可是我们现在是模拟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 模拟哦 所以我们的动作 都会有一个动作 我新增 新增完以后呢 我的动作是这样子 我是新增 新增完以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 做储存 打勾 打勾是储存 打勾是储存 新增是一个新的一个往新页 储存完以后呢 要怎么样 要退出 取消 取消是为什么取消 取消不是取消我储存那一笔哦 取消自动产出的那一块 因为我只要取消 我再进入它 就会自动产出另外一个 对不对 那我取消它就不会产出 然后我怎么办呢 我储存完以后 我再用什么 用查询把它找出来 查询把它呼叫 呼叫档案 等于说是 呼叫档案 然后再把这个档案交给谁 交给客长来确认 那客长是谁 还是你啊 这样懂意思吗 因为我们在模拟 所以我必须要做这种动作 好我现在做一次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回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荧幕 到现在为止我做好了 我已经把 这一个相机 我已经找到了 而且我已经购买 我已经下了一个叫做 报价单 然后呢 我必须 我刚刚已经储存了 储存完以后 这单子成型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必须要 交给我的主管 那也是你自己 所以我把它取消掉 意思就是说 我重新来了 重新来怎么办呢 应该是这样子 好应该是这样子 我取消 然后呢 我查询 查询哪一个 刚刚那一笔 刚刚那一笔我忘记了 我忘记哪一笔了 多少我忘记了 我随便找 哪一笔 是不是这一笔 对不对 第一公司嘛 而且呢 而且资料是什么 很多资料都在里面 一般的交易 然后 是 资料都在这里 看一看 没错是这一笔 好 这一笔你看 客户还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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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它呼叫出来 呼叫出来的话 可以做两件事情 一个呢 客户确认 客户确认可以在哪里做 在这边做的 等一下 在这里 有没有 客户做一个确认 确认完以后呢 等于说 好 那老板或者你的主管呢 在这里做 这个确认是什么 这确认是合可 合可会出现哪里呢 来 我按一下给你看 合可之后 他就马上把资料传出去了 确认报价日期 这个时候 对不对 好 确认 马上这里会出现一个合 看到没 看到合了没 这样才算是完成的 这样才是完成的 当然 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主管呢 当然你可以取消确认哦 在这里 有没有 取消确认 他就会 以执行就不让你取消了 以执行是什么 因为客户已经确认了 所以不能再取消了 好 那这样就算什么 整个完成一个报价单的手续 这样知道吗 好 我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再回来跟同学们再做一个复习一下 复习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教你如何查询 后面通通会用到的 第二件事情呢 是告诉你 这个 黑板上讲这个部分 你的身份 你有好几种身份在上面 所以你的作业上面 你做好一个事情 你必须要交给你的主管 交给你主管 还是你自己 所以这个不要搞混了 那第三个要跟同学们讲 就是说 刚刚我跟你讲 整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作业的一个画面 作业的画面里面呢 上面这个下拉式功能 这功能表 你必须每一个都要清除它的功能 每一个都要清除它的功能 然后呢 在这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呈现 在单头不同颜色 单尾也有不同颜色 那这种孔雀粒的颜色是 它自动产出 而且必须要输入 必须要去点出来 自动产出 储存之后不能做任何修改 黄颜色呢 是一定要输入 储存之后呢 如果你全线够的话 还可以修改 白色的话呢 可以输入 可以不输入 那另外有一些是 灰色的 那个是给你显示让你看的 那你根本动都动不了它 这四种颜色 好到这里是 我们整个作业的画面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的 做一个参考 那你们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呢 练习 认识我们这几个画面 而且呢 可以做一个报价单 做一个报价单 简单做一个报价单 报价单在哪里 我再显示一次给你们看 报价单会在 我们的订单管理里面的 报价单建立 看到没有 有没有问题 你们做任意一个报价单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 这两个里面的任何一个 你用那个机械相机来做 做一个练习 这不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部分 那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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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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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